Amen 我们要日复一日 不断宣扬上主的救恩 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光荣 应付其次及圣神之名 Amen 愿主你们同在 也與祢的幸運同在 各位早安 神父早安 禮儀今天到了應該是星期六 特別今天我們教會隆重的慶祝聖路茂 我們在聖路茂的進程裡面 祂是一個殉道者 我們如果有機會翻一翻祂的歷史 祂就有很多福音裡面就是提到 祂出現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次的出現角色都很重要 祂其實有一點 今天我們會看到 祂一開始有點懷疑天主的樣子 不過沒關係 祂慢慢會看到祂是一個偉大的聖人 傳說祂也到了印度 還有一些屬於那個比較宗教受迫害的一些地方 然後祂也是保持對天主的信賴 堅持為了耶穌的福音做見證 所以祂也是用祂的生命來證明祂是跟隨耶穌到底 我們求聖人幫助我們轉道 為我們的家人 為我們的金旁好友 為我們的恩人 為那些為我們支持祈禱的人 同時為那些請我們祈禱的人祈禱 為這些向我們一起献上我們的懺悔 上主求祢摧念我們 因為我們得罪了你 上主求祢大發慈悲 是給我們救恩 願就能到天主摧念我們 圣滯念我們得罪使我們得到永生 上祖求祢垂炼 上祖求祢垂炼 祈祷求祢垂炼 祈祷求祢垂炼 上祖求祢垂炼 上祖求祢垂炼 天主在天守光荣 祖爱的人才是相平安 祖天主天上的全光 全能的天主圣福 我们为了祢无上的光荣 赞美祢 圣颂祢 赞美祢 圣颂祢 感谢祢 赞美祢 赞美祢 祢耶稣基督督神子 祢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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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阳 圣福之子 处明神祢是华與祢陀炼 4,为祢�く祢 着灿空荣 圣福之子 4.神祢全日 1.祿 nie祢 許祢賓 2.祢 JOHN祢 2.祢誕 rocks 1.祢送你 Bold炮 是圣体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至高无常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向天主圣福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圣主祢是给了圣路茅众途 坚强的心得 使祂忠诚地追随祢的身子 求祢也赏赐个门同样的心得 明示祢的教会 来生中途的带导 成为去世万民 建议活救的圣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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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读圣若望 末世路 有一位天使走来告诉我说 你来 我要把羔羊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 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 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 他把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 城的光辉 好似极贵重的宝石 又像水晶那么明亮的苍羽 城墙高大 有十二座门 守门的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面有三座门 北面有三座门 南面有三座门 西面有三座门 城墙有十二座基石 上面刻着羔羊的十二位宗徒的名字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上主 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上主 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 上主 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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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的行径至公至义 上主的作为圣上无比 上主亲近所有呼求祂的人 上主 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上主 愿你的圣徒讲述你王国的光荣 王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哈利路亚 赞美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利亚心灵同在 公徒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弗里遇到拿塔乃尔 就对他说 美色在法律上所记载的 和先知们所预报的那一位 我们找到了 他就是弱色的儿子 那扎勒人耶稣 那扎勒尔说 那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呢 弗里说 你来看看吧 耶稣看见那扎勒尔 向他走过来 就指着他说 看那 这的确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心中毫无诡价 那扎勒尔对他说 你怎么认识我呢 耶稣回答说 弗里叫你以前 你还在乌花果树下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你 那扎勒尔回答说 老师 你是天主之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说到 因为我对你说 我看见你 在乌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要看见你 这个更大的事 又对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看见天门敞开 天主的使者 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在美你 今天的福音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段福音 通常我们陪伴圣交 或者陪伴年轻人 或者做辅导 我们都会用这段福音 这段福音有一些张力 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些张力 比如说 弗里邀请那个纳达乃尔 来到耶稣面前参与 或者说来给他介绍 这个耶稣 然后张力就开始来了 因为通常 某些人当我们邀请他 来教会也好 还是来走圣招也好 来做某些事情也好 他们都会有一些反 好像抗拒 都会抗拒 然后抗拒 虽然抗拒 但是听到说来看看吧 你来看看吧 简单来看看吧 不知不觉的那次就来了 纳达乃尔就来了 我们知道说 这段福音 如果你翻完整的 这段福音它的背景 应该是发生在下午的时间 按照圣经的说法 大概是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所以这个纳达纳也不知不觉 被领到耶稣面前 那时候很晚的时候 所以他来在耶稣面前 耶稣就是又挑战他了 你来之前 你在那个某某地方 在五花果树的下面 我已经知道你了 那个纳达纳也听到这样被杀到 所以这段这样的对话 我们通常会用来跟我们辅导的人 或者说跟那些要承招的人 跟那些要接受一个使命的人 讲他的某一些好的地方 我们会讲他的有点 讲他的故事 听他讲的话 然后就不知不觉 他们认为说 神父你很神奇 因为怎么知道我们那么多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会套一些问题 套一些让他能够讲出来的部分 鼓励他讲出来 所以我想说 因为这样子 耶稣用这样的方法 虽然他有一开始是怀疑耶稣 包括怀疑腓里 这个邀请 但是因为他被说服 因为耶稣已经讲出他的特色 他被说服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应该是在第49号的时候 他就开始承认了 耶稣你是老师 你是天主子 很大胆地告诉耶稣说 你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一位 所以生命的改变 耶稣帮助拿他拿他的生命的改变 帮他的生命的改变 让他能够精致 从他的嘴巴里面 讲说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如何在我们辅导的过程 帮助别人 能够让别人 他发现他自己之外 自己的好处之外 还要看到一个 他想要走的那个方向 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耶稣他做得非常的好 让这个拿他拿尔 还是说路貌 他改变他的生命 从一开始怀疑 后来探讨他的生命 后来他就是相信 耶稣是他想要找的那个 因为这样子 他的一个生命的短变 后来如果我们看到他的故事 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来证明 他选择就是唯一的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弥撒里面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的默想 同时 求天主 经过这个圣人 他的转导 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有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怀疑天主 有些时候 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 但是当我们被天主说服 透过某些人 某些事情 某些 我们生命里面所发生的事 能够继续认识天主 了解天主 他是想要邀请我们 除了认识他 还要跟随他 然后除了认识他 跟随他之外 还为了他作证 愿天主 降福我们 帮助我们 阿们 现在我们一起来 献上我们的祈祷 祝我们把今天的 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 心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宠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准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 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取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集出圣人 圣女的榜样 终生施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是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谢恩人 是恩于教会 酬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来遇到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种生的天主 求你配饰 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非师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吉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祝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劝记成见少族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 谢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圣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些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然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贪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担救我们愿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主与你的天主圣父圣子 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仪立身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要借礼于军堂的子民 你去充满赞美的子民 他们都靠到神神来往此地 并要荣耀我后悔的名 主啊父亲 祝你你的教会 是我们合而为一 救护我们 团结我们 做你孩子的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